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范范妈 来 先喝个酒料吧 给我的 对呀 来 谢谢啊 这些都是可以借回去看的 真的 那我们叫范范应该很喜欢 既然这么喜欢 那就给范范报名 我给她留一个好的位子 我倒是也想报名 就那价格实在是 是不是对你来说有点贵 不是有点贵 是太贵了 我知道你的难处 像范范这么好的孩子 我们范范也不想错过她 这样吧 我呢 去跟其他的几个股东商量一下 看看能不能给你们 一个优惠的打折价 给我们打折呀 对呀 你等我消息 我尽力帮忙啊 欣月妈妈 真是太感谢你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以后我要是能为你做点什么 你可不要跟我客气啊 不用谢 不用谢 都是同学嘛 其实呢 像 希望希望这次生病的事 按道理来说 家伟会是要关心一下的 可是大家都知道 希望妈妈那个脾气 我也是很能做的 她不需要别人去打扰她 再说希望请假的事啊 是啊 耳环好看的呀 我也这么觉得奇怪呢 你说希望这孩子平常身体好得不得了 怎么就生病了呢 我不知道生的是什么病啊 我也不知道啊 就上次你记得吧 其实我也是听欣月说啊 她那个眼睛眨了眨了好久啊 谁给你打电话呢 我 骗子那种骚扰电话 骗子是你爸爸 这回又要多少钱啊 老婆 知道我为什么不敢给你那么多零用钱吗 不是我抠门 是我怕这些钱掉进无底洞 什么无底洞拍自动的 说得好像我是西游戏里面的蜘蛛精一样 老婆 我说句 特别不尊重长辈的话 但这话我真的憋了很久 你们家那二位 那二位长辈 真不是长辈 我的小公主 我的小公主 真香 妈妈是大公主 我是小公主 你说妈把他们信纳我了 我爸爸要带我去爬山 是吗 刚才 刚才警察为什么把林彩云给她送了 听说她爸爸和妈妈是卖假货的 我妈还被她妈骗过 钱都没要过来 她全家都是骗子 妈妈 你怎么了 妈妈 欣约 我跟你说 必须要跟希望做朋友知道吗 为什么 不要我为什么答应你 我也挺担心她的 她没事吧 欣约你怎么了 欣约你怎么了 是不是做梦了 我对不起我说谎了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你是不是睡糊涂了 妈妈 因为我没有吞我 是我自己从娃娃蹄上摔下来的 什么 你再说一遍 是我自己从娃娃蹄上摔下来的 妈妈在啊 妈妈会保护你的啊 妈妈会保护你的 妈妈会保护你的啊 妈妈 危险啊 现金 危险 那么快 有喔 我们都可以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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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个群里都炸锅了 现在 幸好苏醒不在这里面 因为我看啊 这些人这个闲的 欣约妈妈自己都没说什么 一个个滚了 谁说不是呢 你觉得 希望会推星月吗 你觉得希望是那样的孩子吗 其实 我也觉得希望不会 可是呢 如果希望没做 星月为什么要说的 那小孩子会不会撒谎的 才多大呀 那话可不是这么说的 说不定星月没看清楚呢 再说了 比希望调皮的孩子多了去了 哪有孩子调皮的要推别人啊 不过啊 我们家蒋思源可是离得远远的 你这爸刚才打不着关系的 这星月眼睛又没毛病 哪里会看错呢 那你看看 这星月爸爸 不会想希望妈妈打官司吧 打官司 天哪 这一团麻 这事情要搞大了 怒了 怒了 昨天晚上为什么不告诉我 如果不是我看见病例 你是不是打算一直瞒着我 你昨天硬吃到那么烦 我想就扭了一下 这点小伤 小伤 从那么高的梯子摔下来 伤到骨头怎么办 都拍过片子了呀 没有伤到骨头的 我看过片子了 没伤到骨头 不代表这个小孩的行为不恶劣 这小孩就是人间极品 他的父母更是人间极品 我跟你说话呢 你还在扑窗 小孩子之间打打闹闹的不懂事 我今天就会处理的 小孩子不懂事 大人也不懂事啊 我还要问你呢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他父母没露过面 没有灯门道歉 我和操心心悦去了 又帮他照片子什么的 还没来得及呢 奇了怪了 心悦平时掉根头发 你大惊小叫都要叫半天 今天出了这么大事情 你跟他没事人一样 他父母是谁 不 这小孩是谁 希望 什么王 希望 希望 苏醒的那个儿子 苏醒的那个儿子 奇了个怪了 你平时不是跟苏醒的关系 挺不好的吗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他儿子把女儿都推下来了 你这个态度是要稀释宁人吗 是 我是讨厌苏醒 可是 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我们不能制法犯法呀 这 幸好欣悦现在没有受什么伤 不如我们就大度一点 再加上全您的好口碑 显得苏醒那一家子 更加地瞒 瞒后无礼嘛 什么叫制法犯法 第一 苏醒一家必须上门道歉 第二 他的儿子 必须在全体师生面前 给欣悦道歉 第三 幼儿园的记录答案里 必须记录下这一步 要不要把事情弄这么大呀 你不会处理是吧 我来处理 我跟苏醒 把庭上去了 老公 老公 我会联系的 我会处理好的 你别生气了啊 你说这么小的事情 你一个大老板出马 太大才小用了呀 行 我看你怎么处理 好啊 欣悦 大家看 这里面是什么呀 快过来看看 你不是一直想 跟妈妈一人一见白色的连衣裙吗 你看看 这个通通裙好不好看 好漂亮啊 我可以跟妈妈一起穿公主裙了 只要你喜欢 妈妈呀 以后常给你买 还真不错 妈妈 不上学挺好的 好幸福呀 欣悦 那怎么行呢 不上学的话 你怎么长大呢 不想长大 我就想像这样 靠着妈妈 那如果有一天 妈妈老得走不动了 谁陪你呀 我不长大 妈妈也就不会老了呀 咱俩要想什么呢 我越想这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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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不变 像你还是小时候那样 你一压压压的 看见我笑的 想就这样在浪漫的怀里 有点 永远都不长大 我希望妈妈 一直陪在我身边 不要爸爸 我只要妈妈就够了 秀月 不可以这么说爸爸的 爸爸好真的 那爸爸他也是爱你的呀 妈妈 爸爸还在上希望的气吗 他会打希望吗 他会把希望抓起来吗 不会的 爸爸怎么会打希望 怎么会把希望抓起来呢 不会的 不要胡思乱想啊 妈妈 我喜欢你 我只要你就够了 这是速度来 これで 我更想清楚 有风靑 就你 carved了 我更长了 我更长了 ắt 什么 新月妈妈 新月妈妈 我是苏醒 我来看看新月 新月 你还好吗 新月 你好吗 新月妈妈 你能帮我开开门吗 坐吧 新月怎么样 还好吗 你说她好不好 如果你是来道歉的 可以开始了 现在事情的真相还没有搞清楚 如果真的是希望推了新月 我可以带着她当着所有的人面 向新月道歉 我问过希望 她一再强调她没有推新月 我相信她没有撒谎 那你当然相信你儿子啊 我也相信我女儿啊 我能见见新月吗 不行 我不会让你见新月的 我知道 所有的妈妈都不希望孩子受委屈 可是现在这件事情 明明是有人在撒谎 不管是新月还是希望 我们都应该搞清楚 大人是孩子里面镜子 这里面现在是有问题的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 没有用的 行不行 你让我见见新月吧 我就跟她说几句话 希望妈妈 我不想追究你们的责任 也不强迫你上门道歉 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 行不行 你不要再逼我了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新月妈妈 其实现在希望的病是越来越重 如果真的是因为抽动症 不管她有意无意地伤害了新月 我会考虑让她退学 所以这件事情我必须搞清楚 我们也不希望任何一个孩子受委屈 新月妈妈 我们都是母亲 你也应该能理解我吧 你让我见见新月吧 你放心 我不会吓到她的 这都几天了 希望那小的还没来道歉吗 苏醒的定力可以啊 是不是要我亲自出马啊 我跟新月都已经好了 这小孩子之间打打闹闹 没那么严重的 没多久就毕业了 不值得生气啊 再说了 他们不上门道歉 我还能拿着枪逼她来呀 不是说 你说的这件事你管吗 你给她下了最后通牒没 问你呢 对啊 对啊 下了呀 她已经打电话给我道过歉了 也让希望给新月道过歉了 说保证下次绝不再犯 两个孩子都是同学嘛 那小孩子之间又不记仇 很快就能玩到一起的 事情闹大了 对新月也不好是不是 你说你都那么忙了 还操心这些闲事干什么呀 你以为我愿意管这些闲事啊 我女儿的事 没有小事只有大事 新月 爸爸问你 那小子真的跟你道歉了吗 是啊 他给我道过歉了 还哭了呢 说实话啊 真的啊 对啊 我和妈妈一起听的电话 行 咱们大人不计小的人过啊 算得实相 你啊 就把心子全放在老公和女儿的身上 其他的事我都不会让你操心的 喂 不过希望这件事情呢 表安您下 这事处理得不错 爸爸再见 嗯 再见老公 来 第一名 啊 再见啊老公 新月 刚才为什么要撒谎 我在帮妈妈呀 那也不能说谎 妈妈不让你帮 我说妈妈自己也说谎了 希望明明没有打电话过来 为什么我就不可以 妈妈是没办法 等你长大以后就知道了 有些谎话呢 是不能不说的 妈妈 那什么谎话可以说 什么谎话不可以啊 总之你是小孩子 就不能说谎 什么谎话都不能说 你说你这么小 说句谎了 脸不红心不跳的妈妈害怕呀 新月 你答应妈妈 以后再也不要说谎好不好 好 嗯 嗯 新月 新月你怎么了 我鼻子变长了 你鼻子没有变长啊 你鼻子没有变长啊 我看到了 没有啊 谁跟你说的鼻子会变长 小特有说的 但是在我那儿 鼻子就会变长 我刚才看到了 真的 我好办 不会的 不会的 我不要鼻子变长 我不要被人挂我 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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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鼻子不会变长的 鼻子不会变长的 快快站着啊 快站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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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